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雅婷 但您关心国际疫情 土耳其今年6月因为疫情趋缓开放解禁 但11月中旬病例又开始飙升 12月上旬单日确诊就飙破3万人 土耳其最大型的综合医院 加护病房涌入大量呼吸衰竭病患 医护人员都快要吃不消 当局近来加强防疫 再次下达封锁令和宵禁 病人佩戴呼吸器 医师全副武装检查病况 这里是土耳其安卡拉市医院 收治武汉肺炎重症患者的病房 染气引起呼吸衰竭病患大增 弄得加护病房人员没时间喘息 安卡拉市医院是土耳其最大型的综合型医院 为了应对武汉肺炎 加护病房总床数增加至将近1000床 医护人员工作更为沉重 原本今年6月份因为疫情趋缓 土耳其实施大解禁 然而随着天气转良 11月中旬以来病例飙升 12月上旬光是单日确诊数 就超过3万人 当局不得不加强防疫手段 再次下达封锁令和宵禁等政策 面对病毒全民应该共体时间 对于政府严格放弃 安卡拉市民大多表示支持 封锁限制的成果渐渐浮现 进行将近一年 未来即使接种疫苗 世卫组织专家仍建议不可大议 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还是防疫上上策 中央社记者何鸿如 安卡拉报导 各界引领期盼的新冠病毒疫苗 装箱准备配送到欧盟各国 欧盟27号展开大规模接种 不过德国 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在收到欧盟分配的疫苗后 以率先对医护和老弱等优先族群 开始施打 德国东部的养老院 约40名长者和10名员工 陆续接种疫苗 其中高龄101岁的女性仁瑞 成为全国第一人 人口8300万的德国 已经设置预400座疫苗接种中心 联邦政府计划年底前 将130万剂疫苗 分配到各地卫生单位 明年1月期每星期再分配70万剂 同样是欧盟成员国的匈牙利 抢先收到第一批辉瑞疫苗后 也替医护人员接种 斯洛伐克也紧跟在匈牙利之后 展开施打工作 领先全球率先施打疫苗的英国 预计近期将会批准 牛津大学和阿斯特杰利康药厂 合作研发的疫苗 并于1月4号推出 在两周内让200万人接种 每年秋冬是流感季节 在疫情环次的双重夹击下 欧盟各国积极采取措施 不敢大意 中央社综合报道 全球视野除了在中央社网站 和华视频道看得见之外 也有粉丝团咯 只要在Facebook搜寻关键字 中央社全球视野 或是扫描QR Code就能找到 我们将持续为您推荐 国内外最夯的新闻时事 欢迎按赞追踪分享 让全球视野打开你的视野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即苹果走向晶片自制道路 据外媒报道 科技大厂微软也规划为云端服务 用的伺服器与Surface系列笔电 开发自家微处理器 消息一出随即冲击英特尔股价 过去独霸市场的英特尔时代 得与宣告终结 苹果上个月推出新款iMac 就宣布内建自行开发的M1晶片 而近期除了微软 考量自家产品需求 亚马逊也计划朝自制晶片的方向迈进 微软发布新闻稿强调 由于晶片是打造科技的基础 公司会继续投资诸如设计 制造和技术上的自由能力 并强化和广大晶片供应商的合作关系 面对晶片自制潮席卷而来 台湾晶圆代工大厂台积电 可望受贿 据外媒消息指出 台积电除将接收 英特尔未来三年 扩大释出的代工订单 苹果明年下半年将推出 新一代两款处理器 也会采用台积电 加强版5奈米制程 据拓扑产言近期预估 台积电第四季市占率 可望达55.6% 稳居全球晶圆代工龙头 庄社综合报道 台湾直来联盟Plus League 新竹接口工程师 日前在主场迎战桃园领堂园 迎来开门红 新竹球王陈立焕 全场拿下24分 搭配田号第四节 最后标进关键三分球 稳住军心 率队中场97比91 击败桃园领堂园 这场很艰难的一场球赛 然后我很为我的球员骄傲 对对 因为这场比赛是 我们全部球员停下来的 我们所有人都有上去 每个人在这场比赛 都有贡献到心意 原本效力与SBL台皮队的 陈立焕 影射入赌局遭警方逮捕 被台币开除 但Plus League联盟执行长 陈建州表示 联盟成立初期 球团人员就锁定陈立焕 希望能给他一个 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很感动的是在新竹背后的故事 就是因为新竹很多 竹科的这些四年级的 我们的前辈 他就说他们投 或者他们资源丢进来 他们唯一的条件是什么 他们希望我们给成另外一个机会 因为他是新竹的子弟兵 他说谁没犯过错 其实今天教练练球 就是在比赛前就讲 这只是二十四分之一 不管今天我赢过输 这都是二十四分之一 所以赢了我真的 我当然是非常开心 因为我自己是可生这场新竹人 所以赢了当然非常开心 但是激醒过后 今天晚上开始我们就要准备 所以明天就是准备一层 桃园领航员洋将李德 今天打满四十八分 攻下全场最高三十九分 十一个篮板 也是联盟本季开大以来 单场最高得分 但因罚球命中率只有六成 未能帮球队拿下胜利 感到自责 中央市记者张新伟 冬布安新竹报导 夏季冬季奥运会定在 2022年2月在北京登场 北京藉由主办赛事 成为全球唯一办过夏季 和冬季奥运的城市 不过冬奥的精华 像是滑雪等室外赛事 却是移私到 180多公里外的 河北省张家口市举行 这也带动了当地滑雪产业发展 同时中国官方也着手 把滑雪等冰箱运动 向下扎根 因为首次举办冬奥会 然后从国家层面比较重视 二一个呢 国家也是觉得我们的青少年 要提升我们的一个体制 增强我们的一个这个运动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健康 和非常高尚的一个兴趣爱好 先前张家口已经有不少滑雪场 但知名度还比不上 更寒冷的中国东北 如今有冬奥加持 当地的滑雪场规模不断扩大 设备翻新 未来都将被征用为冬奥比赛场地 也有业者打造极滑雪场 度假村和商场合一的滑雪小镇 成为张家口的新兴产业 发展渴望迅速超过东北 中央世纪的邱国祥北京报道 英国领先全球接种疫苗 不过日前出现更具传染力的变种病毒 全球有50多国对英国实施旅行限制 在这同时 欧盟执委会核准辉瑞疫苗上市许可 大规模启动疫苗施打 包括法国 德国和匈牙利等国都率先开打 人体对疫苗的副作用和疫苗的效果 外界都在高度观察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华视频道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